直升機結兵 我回看明天之後 很有感受 其中有一幕也是 有三架直升機飛進氣船中探測 但終於凍到結兵 但三架直升機 直至機器故障在墮位 原來昨天 我們飛行服務隊去大帽山救人 都出現了這個情況 直升機結兵飛不到 7年以來最冷的一天 南韓和日本遭受韓潮侵襲 其中濟州島出現32年來最大的暴雪 美國東岸也受到猛烈的暴風雪吹襲 我們韓潮也持續創了歷史低溫 2015年 是人類自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北極 即是最極地那點 所量度的溫度 是破了紀錄這麼暖的 北極的浮冰 減縮得很厲害 但這個北極的浮冰減縮 原來都是跟這次我們這個 特大的寒流去很有關係 以往 極地最冷的空氣 以及我們溫寒帶的 雖然是冷但沒有那麼冷的空氣 中間是有一個複雜 這個複雜 其實我們叫做高空急流 隔開了這些最冷的空氣 但原來隨著那個溫差減低 特別剛才說到北極那裡 是異常的溫暖 你會發現原來這個複雜就會大大減弱 就會將極地很冷的空氣 現在就源源不絕地運下來 我們進入一個新變態 而且這個新變態 我們最擔心的是 隨時會出現一些臨界點 陸地上 原來有差不多百分之十七的土地 我們叫做凍土 它們很堅固的 好像石頭一樣 但它們有一個死月 死月就是溫度 因為隨著溫度一上升 它們就開始溶化 比亞、阿拉斯加 這些房子已經是東歪西島 因為下面整個地基已經是倒塌了 很多公路、鐵路也已經倒塌了 凍土裡面包含著大量的一種氣體 就是叫做甲丸 甲丸之所以令人害怕 原來比二氧化碳更厲害 二十多倍的溫室氣體 釋放大量甲丸 於是加劇全球暖化 全球溫度上升 溫度上升 令到更多的凍土溶解 這是惡性循環 隨著全球暖化 會出現很多天氣的反常 包括很多極端天氣事件 會越來越頻密